慈濟職工李鴻淑英 还有周兆子这两个人 今年特地拨控 陪同慈濟技术学院的孩子 到马来西亚进行人文交流 其中李鴻淑英 还是大爱剧场 《爱的围光》这档戏的本尊 因此当地的禁资书轩 把握难得的机会 邀请他们和大家分享生命故事 身为慈濟技术学院 第一代易德妈妈 李鴻淑英和周兆子 趁着陪同技术学院孩子 到马来西亚人文交流的时间 特地在槟城和新山 两地的禁资书轩 和当地民众分享 自己的生命故事 去年儿子因意外 往生了周兆子 忍住丧子的悲伤 将儿子的器官捐赠出来 帮助了六个家庭 这样动人的大爱 让现场许多民众都相当感动 今天世界这样的分享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影响 回去我会跟我师兄分享 可以影响 先影响自己的家人 先签这个器官捐赠卡 而李鸿淑英 走过丧腐之痛的种种 也被班上大爱剧场 《爱的围光》播出 听了他的分享 同样也是过来人的志工欧峰仪 也有感而发 两位资深慈济之工的分享 让大家意犹未尽而他们也提起笔墨 写下一句句的禁私语 为筹建洗肾和教育中心募款 让这趟大马行画下最完美的句点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 沈英芳 张艺川 谢九龄 马来西亚报道